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從今天開始我們會有連續的有一個禮拜 幫大家提醒當颱風來的時候該怎麼辦 因為我們團隊也是美國他們的這種天氣準備好的天氣大使 幫他大家來宣導氣象防災的重要性 這個是美國針對颶風所做的 我們把它改過來變成颱風 如果面對颱風你第一個要做的就是風險評估 那風險評估什麼 如果一個強風或是大雨來的時候 你所在地會不會受到影響 可能是你的社區你的家庭 或是你的所住的任何的地方都要稍微評估 這裡面有幾個指標叫做風暴潮 靠近這個低洼的地方這個風這個跟那個水海浪 如果同樣對位的話就有風暴潮 還有一個強風或是低洼或淹水或是龍捲風 台灣雖然比較少見 但是有時候颱風內會有龍捲風會發生的 或是說離岸流 就是說如果在這種颱風來臨之前浪很大的地方 有時候會把人拉出去的這種離岸流 在台灣有時候也會出現 所以請大家要跟針對這幾個知識 有一些充分的了解 不要呢就是過度的恐慌 或是說完全漫步精心的面對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給大家解 提醒大家一下風險評估的重要性 那台灣的天氣呢今天很熱 整個高壓從這邊一直延伸過來 到廣東福建這一個區域 那台灣這邊呢是吹的偏南風 所以這個地方呢顯著的在台南高雄屏東 其實靠山區顯著有些地方非常的熱 那封面呢在這個地方可是呢就下不來 有沒有看到就一直在這個地方 所以未來呢封面呢大概未來兩個禮拜 大概都在長江中下的區域 不斷的發展延伸到日本 現在呢已經在這個沖繩這個地方 已經入眉了 慢慢慢慢就會往北邊走 所以影響到日本比較多了 所以這是一個警訊 通常這個是從這邊開始往北的 那今年呢似乎就跳過台灣上空了 現在的確有這個趨勢啦 當然還是有機會 從這個地方再回來再開始的 但是相對之下 它的機會就沒那麼高了 這是我們必須要提醒的 因為今年的高壓勢力實在太強了 突然殺出一個陳咬金就是這個高壓 所以未來呢這幾天都是偏南風的天氣 午後的鎮雨也真的都是顯著的偏少 零星的靠山區或是東半部 整個都是偏少的 這樣對我們台灣壓力真的非常大 各地呢都是高溫 26到2334度 整個北部的高溫很熱 中部呢26到33四度也是一樣 南部也是一樣 東半部呢跟北部比較相近 也都是屬於偏熱的 一下就熱起來了 請大家可以換季了齁 不用等到端午過後 現在真的可以開始換季了 整個今天晚上大致上呢還算舒服 其實早晚呢都很舒服啦不用開冷氣 但是中午的時候稍微開一點點 因為實在太熱了 大致上呢明天白天呢都是晴朗各地的天氣 這樣的情況會持續大概要兩個禮拜喔 大家有心理準備 要注意就是長者的健康 這個特別是這種溫差很大的地方 請大家注意前一陣子比較沒那麼熱 一下子熱起來 對年長者或是戶外工作的這個年長者 一定要多注意一下 那北方的封面系統呢 持續的盤踞沒有南下的跡象 降雨真的不樂觀 請大家加大節水的力道了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一臺的觀眾朋友先跟您說聲晚安 稍後請繼續收看人間蒲奇 接下來新聞內容會轉到二臺 包括了歐盟再三考量 決定不與AZ續約了 南投又發生了失足 最關於AZ續約了